所以現在對你太太來說 是浪漫的事嗎 你一直幫她買房子 她比我更喜歡買 這個買 陪 陪林青霞到上海去看房子 人家要買房子去看 她在旁邊跟著 最後都沒買 她買了 這個事情幹了很多次了 那等於她現在是地產大亨了 你們兩個 她到底有多少房子 我也不知道 所以會不會裡面藏了很多男人 一直買著劉家昌 不像她長女人 像她長男人 所以楊宗憲聽到那段時間 是劉老師最愛買房子的時期 還說她一直都很愛買 應該是一直都在買吧 所以你跟爸爸是不走談心路線嗎 不知道談什麼 那他跟朋友應酬的時候 也不會把兒子請來 以前會 以前我還在唱歌的時候 你們有上演那種父子突然喝醉 然後就抱頭痛哭的戲嗎 沒有 沒有 我們只是發生過喝醉 然後我跟她搶女人 沒有啦 這個我可以聽 沒有啦 沒這種事情 那要講就講啊 沒關係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只是好喔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跟我爸那時候玩得比較 比較玩得開 就是我跟他比較 我比較會瘋瘋癲癲的 然後他就喜歡我那個感覺 可是後來可能 我這十年可能就比較壓抑 跟他就比較有少話講 所以你跟爸爸搶的是誰 沒有啦 搶誰 怎麼可能 他帶一個 我帶一個 漸漸流露本身 怎麼會帶 嚇人 所以爸爸喜歡的 就是像大S那類型的嗎 哪裡有大S那麼漂亮的 對啊 哪裡有 可是就是他不喜歡女生 劉大演問了哪裡 是指酒店嗎 哪一家是 是很明確在問 哪裡會有 我們是去金食堂耶 書店啊 你爸爸好像喜歡 封城味不要太重的女生 當然好像 可是因為像有些男生 會喜歡就是野性一點啦 你爸好像不愛那種 誰喜歡野性一點 我爸喜歡居家的 你不小心搶出 我聽說他還是滿喜歡彈媚的 真的不行喔 不要亂講 錄影 錄影啊 好好主持人 這就交給你們了 是啊 我們就算彈這件事 因為你好像沒有喜歡 那麼中規中矩的女生吧 你喜歡是狂野性的 沒有...我喜歡居家 我有聽說那個 唱台語歌跟唱國語歌 用的部位不一樣這件事情 是真的嗎 台語歌手有這個說法嗎 會 因為台語歌手 第一 他咬字要很明顯 所以這個地方用力會比較 就是你一個字切 就切分音會比較明顯 可以舉一個例子嗎 誰人了解我 我是愛你愛得心疼 有出沒條件 沒給高雄思念 誰人了解我 我是愛你愛得無名 我對天就著 愛你 是我的名 沒有 因為每一個 一直跳兩盒來 我覺得你剛剛有一句 有一個字很難 你有沒有聽到它那個L Li 它是有自己從小到大耶 是 可是切分音在哪裡 就...沒有 就是你每一個字 就是有一個... 你叫我完全想要講一下 切分音在哪裡 比如說你今天... 曾經來過夜有煩中 那不能小說到底為什麼 你不會故意把它每一個字 咬得很清楚 可是台語歌不行 他...製作一定罵 一定罵的 老師他剛剛切分音在哪 台語跟國語唯一的分別 台語偏用嗓子的部位多 A的音比較多 國語歌用那個... 胸腔發聲比較多 那他剛剛要切分音在哪 你到底在哪 你也沒回答 你就直接開始轉移話題 Either切分音 或者謝金燕 你來聊聊一件事情 好 如果要請一位 你很會唱台語歌的歌手唱你的歌 你會把它修成是唱國語歌的方法 還是會讓他用唱台語歌的方法 就是我就給你寫演歌了 用台語歌那種melody line去碰台語 我會 老師可是小丑是不是唱法 也要滿演歌的 不是 小丑沒有 小丑沒有 可是他還要小丑 你可以不要這樣唱 對 求你 歌他求你這樣 可是他丑拉那麼長 你不這樣呃 你要把它放到哪裡 劉家中唱小丑也是這樣 對啊 我也不會拉 你後面會抖啊 不會 你有 老師 有一點點不會那麼 沒有像他那麼誇張 對 老師 我可以聽你一句小丑嗎 我要唱小丑 你現在是故意弄短 一點點 對 他後面 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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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少說哦哦哦哦哦 不會那麼拉 不會像珍妮那樣拉那麼長 那你會每次唱都不一樣嗎 幾乎都不一樣 你演過電影吧 臨時演員之類的 少一個兒子在後面嘎上去這樣子 是連台詞都沒有是不是 有的時候有台詞 有兩個角色就晃晃一點點 就是因為 像我演第一部電影是因為 那個 港星拿不到Visa進不來 嗯 我們外景就在墾丁等 那個頭子的老闆坐著夕陽 坐著沙灘掉眼淚 十五天沒有排 最後唐寶芸就說 你就自己演了吧 你看看那哭的 我說啊 這沒辦法我自己演了 就演了一部戲 叫什麼 叫晚秋 演了六十天上演六十天 天天排隊 所以表示你很適合當男主角嗎 不是 因為我家在那裡那些歌 霧那些歌 住在那個電影裡面 那個電影裡面紅了很多條歌 我家在哪裡你總會吧 我家在哪裡你會吧 我家我知道我家住哪 我家在哪裡我反而不知道耶 怎麼唱 怎麼唱 我家在哪裡 單風又輕輕吹起 吹動著青草椅 對 這個你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跟S知道吧 這個我再唱到第二句我就知道 所以是因為這個歌 我們該在有一秒 好像老人怨 劉家昌引退告別桌 錫立康永超有面子 我今天來 我希望你們二位能幫我做最後一次 我的通告 將來我不會再到電視台了 哦 今天是最後一次 節目是最後一個節目嗎 好 我為什麼要請S去我的 我想那個告別約會啊 都是有一點點傷感的 是的 不是小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